之前我们曾经介绍过使用Google地球来建立地图的动画 那你也可以搭配Adobe After Effects来建立更进阶的合成效果 那如果你想要使用比较可爱一点的又有3D效果的 你可以尝试看看我们今天跟大家要介绍的My Genuine Route 3D 用它来制作旅游地图影片真的超简单 您安装完成之后执行就会有这样的画面 您可以到它的官方网站找到Android的版本与iOS的版本 您就可以把它安装起 首先地图的部分 它大部分会显示英文的名称 但是当您把地图放到比较大的时候 其实还是会看到像这样 有比较多的中文地点的名称就会出现 这是您在使用它的时候 第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 那我们来看看几种制作动画的方式 首先第一种很单纯就是直线的 只要你在上面的START跟Destination把你的景点输入进去 接着再输入我们的目的地 这样就完成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很快的就把这中间的路线建立起来 那你按下下面的PLAY就可以马上看到3D的动画了 那么在这边呢您可以选择地图比例 以及是否显示它的公里数 那我们的模型大小 你也可以透过这边来做调整 那整个影片的长度呢 你也可以透过这里去做调整 如果没有问题之后呢 你按下Save Video to Camera Raw 就可以把这一段影片储存起来 第二种方式是有多个景点的曲线动画 那它的使用方式也很简单 一样先把起点跟终点先决定好 接着在我们中间的这个线条上面 您就按住拖曳放开 就可以增加一个景点 例如我这边要在描力 我就把它移到描力上 我要再增加新竹的部分 我就一样拖曳一下 再把它放到新竹的位置 这样就完成了 万一你有新增一个景点 但是呢我不想要了 只要在这个景点的圆圈上面点两下 就可以把那个景点移除 那么除了预设的车子的模型以外 其实我们的交通工具 它也帮我们准备了很多 那怎么样设定交通工具呢 您可以看到在我们的景点上面 现在这里显示的就是预设的车子 好那如果说我到苗栗我要改搭火车 我就按住这个景点不放 它就会跳出其他的交通工具模型给你选择 如果我在这边想要换休旅车 我就按住里面呢还有不同的颜色可以做选择 这样子我们回到外面来 你就可以看到这里的交通工具就变了 那一样的我们在新竹想要改搭火车 你就按一下火车 里面呢就会有不同颜色的火车可以选择 那它下方的这边是属于付费的 你必须要经过订阅之后 才可以使用这些更丰富的交通工具 所以如果你想要骑马 它就要求你需要做订阅的动作 那你订阅之后呢 就没有所谓的浮水印 那也可以用所有的这些模型 所以这个呢您可以自行参考看看 那除了设定不同的交通工具模型以外 其实我们也可以像你在荧幕上现在看到的 帮景点加上说明或是加上图片 或者也可以两者都加 那它就会在景点上出现蓝色的点 不过目前它在文字的部分并不支援中文 所以如果您真的有需要使用中文的话 必须把这个中文呢 变成是图片的一部分 那么我们在播放的时候 它就会到这个景点之后 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景点的说明照片和文字 那这个呢 我们在看的时候就会更有感觉 现在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设定好之后的地图动画效果咯 你可以看到前半段这边我们开车 到了下一个景点 有显示出这样的景点说明 换成其他的交通工具 接着再显示另外一个景点 再搭乘火车前往台北 完成之后你就可以从这里按下储存 它就会将您的影片制作完成 变成一个影片档案 会发自记性能电视频 让您的影片下期发上